这一年的楼价很大的升幅 很大的改变大家知道了 所以保持着加港区粉丝的你 update 我会做回最受欢迎华人的社区 同样的content 不过有最新的数据 Let's go! 在蔓延市和多伦多的亚洲人 一定听过这个社区的了 相比其他区域 由社区 校网 交通工具 和生活计备都更加完善 就连我自己都是住在这个社区里面 所以一起加港区 今个星期我带你去的就是 曼甘市的南洋村Village Green South Unionville 社区 最近的intersection 10字路口 就是Kennedy及Highway 7 这个社区最主要都是由独立屋 排屋和半独立屋组成的 South Unionville 社区 大约有2507个房屋 大多数都是2001年至2005年建成的 一年期间 独立屋平均升值已经8.6%了 上车房 2800尺 普通装修四房独立屋 平均售价是180万 即港币1111万 单车房 2300尺 普通装修四房独立屋 平均售价是150万 即港币925万 南洋村的升幅是最多 单车房1800尺 三房半袋屋 上年平均售价是95万 房屋升幅至今 平均售价是130万 港币等于800万 一房的排屋平均上年售价是85万 升幅到现在120万 即港币740万 只要反映南洋村真的很受欢迎 可以说到如果房价格有些回落的时候 南洋村的demand也不会减退 在这里租独立屋每个月就是3500万 即港币2万2千万 这里的业主租客比例高达8成7业主 其实我们亚洲人真的很聪明 因为这区有最好的效果 最多的生活设备 做投资也好 如果在市中心上班的朋友的你 乘搭高车站都是在旁边 南洋村其实真的有多少亚洲人 社区里面大约有6万8千个住户 大约29%在这里都是讲广东话 22%普通话和26%英语 至于南洋村都知道 这两成的英语人通常都是亚洲人 下旺了 说到下旺 你也可以看我之前做过的影片 关于Markville社区 按上面这个假卡 在南洋村社区住的中学同学 就可以就读多人多排行第二高中 Markville Secondary School 小学的朋友也可以去到高级排名的 Unionville Meadows Public School 337坑小学里排行97 慢感视最受触目的校园发展 2023年将会落成York University Markham Campus 之后附近的社区也会有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房屋需要 看到其实学院已经打好地基 2023年此一可待 已经不是再此上谈兵了 就是可以说到南洋村是一个高材生的一条龙服务 如果你喜欢原创帮我下面 smash爆个like button 交通工具 South Unionville 一条街就可以去到Unionville Go Train Station 南洋村转角弯也可以去到407付费高速公路 如果去到404南北高速公路 最快8分钟车程就到達 巴士系统是由YRT York Regional Transit 提供大約半小时一班 生活设备了 一个社区竟然生活设备多不升数 香港人最喜欢去哪? 旺角、浪豪坊、买衣、买鞋、扫街 万感市这里也有一个旺角 不过它叫新旺角 这个新旺角的plaza最有名就是去吃东西和SPA 另外也有一个浪豪坊 这个地方最多小本生意 家庭区粉丝家庭主夫的你 应该最喜欢 可以拥有三个不同的华人超级市场 G&T、丰泰、Luck Foods 四个月不便 也有我之前介绍过的Markville Mall 还有最不少可以 就是Markham Downtown 它里面有电影院和潮物商店 加上 现在在这个Generation附近一定要有健身中心 所以这里也有YMCA、Goodlife和Panam Center 加拿大这么轻松的生活 就一定要有公园 吃完饭之后 就可以去到这个社区里的South Unionville Park公园那里散步 走完之后觉得不够厚 还可以去到Milladam Conservation Park 我以上说的生活设备 都不多于三分钟的车程 总结来说 住在South Unionville 南洋邨 你就拥有最好的校网、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吃东西、娱乐、健身、买菜 不用开车都可以享受到这些生活设备 真的很适合一家大小 或者现在新移民境过来的加拿大朋友 所有给南洋邨93分 我是South Honor 如果你喜欢我的原创 立即在下面把Smash爆个like button 然后分享给你的家庭或者朋友 因为我们加港区粉丝快到一千了 我很需要你的帮助 如果你想我帮你看屋、买屋或者去买屋的话 也可以在IG follow我和私信我 我们下星期继续加港区 我们下星期继续加港区